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义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回来想跟进一下三只羊的事件 即是卖香港烤端月饼美城 这一件事也不止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而当时一起做直播大货 在画面里的曾志偉 其实他的样子也有少少废解 他怎样呢? 我们在另一节再继续研究 真是好事 影帝就是影帝 当然了 懂得扮演的 懂得演的 是吧? 就是因为靠他这个演技 都可以避过不少风浪的 这样吗? 喂大哥 演技还是演技 如果到时 真是爱斯子 告起上来 调查起上来 你也是三只羊的投资者之一 据说他就是香港公司那边的投资者 因此为何三只羊 小羊哥来到香港 顺便再谈谈美城月饼 谁知道日开波即刻出事了 这件事是好笑的 其实他们就算自己如何支持美城 又说是香港公司来的 接着是香港注册的 不过基于香港的 营运成本就太高了 因此就调了回去内地 再搞其他什么生产 还是怎样 总之 灵魂和DNA 两者合一 都是香港品牌 你这样就说不过去 是吧 就是了 如果真的是香港品牌的话 没理由 没人知道的 我相信 绝大部分香港人 都没听过这个牌子 因为从来都不会有 这个牌子在香港买什么月饼 但在内地就透过 这三只羊的直播大货 原来搞到全国知名 然后原来 全国都妈妈声 好像被这三只羊欺骗了 对不对 那些人说 原来这些合肥三只羊 不帮不肥 它们不是羊 而是狼 因为它们公司内部 有很多丑闻 陶式东西 这些非常脆弱 比它们所带货 其中一只 又是买了东西 不但香港未成月饼 还有这个叫澳洲菊治牛肉卷 它们带货的东西很多 似乎真的太厉害了 即使有点石成金 即是这个美成月饼 嘩 你点一下 说一说 这么好卖 好卖到说 现在很糟糕了 根据合肥市联合调查组 在26日 即昨天通报了 根据行政处法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连串的相关规定 就决定了 就决定了 对三只用公司 没收他们这些 违法所得 哇 厉害 那个罚款 一共是 六千八百九十四万 零头 算了 不说了 人民币 哇 这次很厉害 很厉害 賺了这么多钱 怎么这么厉害 做大货这件事 这个市场真的有巨大的潜力 这些真的有得罚他 不是吹嘴 很多人都说是否吹嘴 我们见到年登仔 很多人都说 我比小洋哥更英俊 或者小洋哥的徒弟 有些是样样衰衰 他就特意找些奇怪怪怪的 好像周星馳那些 象爆 哈哈 特意找些古怪怪的 斜人也好 什么也好 但可能说话有文有路 也不顶 那效果就特别 当然了 美女就真的找一些美女 整件事就吸引很多 大家看看 他们当中抽多少给他们赚 这个我们不知道 说到底 美城月饼 不要再说是香港 我都剪掉了这两个字 其实他们算不算叫代代平安 即是 银子就是三只羊奶 但月饼我就卖了 那间厂不是赚大份 它是赚小份 就是生产月饼 对 我看到的价钱也很便宜 是 又或者印核那间 印核那间也赚了 其实就是 那我们回来说一下 你说是否有些人举报呢 其实看到相关的调查组 针对网络的反应 这个合肥三只羊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他们直播期间 大货存在问题 除了月饼 还有牛肉卷 那个挺好笑 那我们两样逐样说 他直播推介 这个叫香港美城月饼 他又说到 是在香港很多年 都比台仰少少 太夸张了 台仰也是比品牌少少 没可能 没可能 没听过 我们变成小时 都听起这些月饼 回来 因为他说 香港美城 是一家专门做高端月饼的大品牌 已经做了接近二十年了 二十年? 二十年? 对吧 哎呀 怎么搞错 我们都是大他不太多 说笑这么说 也没听过 还有强调美城的 香港的 高端的热饼 这些卖点 说到美美到来 构成虚假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 即使他在香港建立的品牌 就完全是假的 我之前认识了一个人 他自己创造了一只瑞士品牌 他是怎样的呢? 是怎样的呢? 可以拆开说一下 他首先在瑞士建立了一家品牌 就像类似美城月饼那样 登记了公司名 拿瑞士登记而已 是 但是他再在瑞士找那些化工原料 即有护肤品的化工原料 就一桶一桶 即是很大桶 整个人都安装了的人 都可以的护肤品原料 就一桶一桶 就送回来香港 是吗? 然后入津 是的 没错 藍而当入津 然后逐津逐津 对吗? 接着 再求X期找一个瑞士的设计师 你随便找一个金牧 他随便找他设计 但是他很流行的 接着就送回来香港 再叫人改 改成英俊 就说自己是瑞士品牌 不可以说是假的 因为他的原料真的是瑞士製造的 只不过入津 就是香港入津 香港入津 或者是大陆入津 后期又去了大陆入 这更搞笑 那整件事 其实算不算是瑞士护肤品品牌呢? 大家不妨一起留言 可以说一下 接着又来到另一样 买了东西的澳洲菊子牛肉卷 Costco也有类似的东西 或者是山姆超市也有类似的 谁知道是怎样的呢? 话说相关公司叫先多瑜公司 提供的推介信息 宣称产品是原切肉 如何是原切肉呢? 我想各位饮食专家 或厨艺高手留言说一下 三个人公司未有取得原切肉检测报告的情况下 根据这间公司给他们的信息 就进行推介 即是公司给你什么料理 你就照说 自己没有去核实 其实也挺麻烦的 即是要查询你所有东西 我才知道 即是逐个字 我都要负责 是吗? 其实也对的 是合理的 你跟别人代言 跟别人买 当然要逐样核实 是吗? 这是应该的 即是里面是原切肉 还是免折粒粒粒粒的 还是什么的呢? 台同有没有切过出来的 原切就拿一块肉就切 刀就切下去 就能够圆切 其他是不是合成 还是什么 这不得而知 合成的也不一样 即是混合了其他 会 是的 因为合成肉 其实不是高科技 一直都是在食品加工行业存在的 原切就明显是从动物身上切下来的那份肉 再切小小粒地拿去卖 这个就是原切肉 因为IKEA的肉丸 有些是拌了猪肉和鸡肉 不知是有多少样混合 英国那时候就拌了东西 混合马肉 被人骂你的狗 说我搞错了不行 这就是一件事 回来 意思是根据这家公司 实际发货的肉 原来是调制肉 可能是加工那些 变成了虚假的商业宣传 还未止 通报亦有提及到 他们大货叫余辉圆梅塞扣肉 还有肚年生肖茅台酒 的调查情况 哇! 各种都不太行 推介或说的 和发货商和正品 是不符的信息 就是说梅塞扣肉 原料是五花肉 我不知道 扣肉好像是制作的形式 所以是叫扣 我不知道 他用的肉又不对 跟你说的 跟我到时候收到一件事 两件事 那当然不行 当然了 你货不对版 那些货不对版 那些货不对版 当然人家恨你 是不是投诉你 所以很惨 一般小市民 你放一些东西 你发觉 不对版 你不愿意为了一元这些卷 而直接投诉这三只羊 虽然是三只羊 但是这间公司 是庞然大物 亿亿声的 营业额 哇!成千亿 大佬,你怎麽去堪堪呢? 只是给一封律师信你,或者稍后告你诽谤 你也算了,吃吞了就算了 这样也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大家的信任度会低了 因此这次见到相关部门做得非常好 罚钱也不是最糟糕的 千多亿的营销 你说六千多万多不多呢? 就叫他吐出来,可能也不觉得痛 税料吧,我认识它是对的 乘当收拾它,不用刀,是垃圾 现在是什么事呢? 就是针对三正云公司直播大货存在这些问题 现在责令他暂停经营 要他进行整改 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你自己做得大就不要紧了 但是你要做好一个领头羊的角色才是 当然了,但是领不了羊 这三只羊根本就当人羊股 是吗? 是吗? 叫人的 这个很惨 怎么算好呢? 你以前是比较大的货 不过有时有些人做大了就会开始 心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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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 赚多了一点点钱就这么囂張 我觉得这种经营手法就没办法维持了 所以现在所谓责令整改 其实就是要他倒闭 老实说 会倒闭吗? 大家估计 我估计一定会倒闭 你的名字已经臭了 连这三只羊这三个人都不用做了 还做吗? 人家看到你的样子 都知道你是骗子 说真的 又不是特别出众 如果你给了我 我再见到你们三个 或者什么三只羊这些大货 我都会打到个问号 会打到个特色 会不会又是骗我的 是不是真的 然后说不够胆的 他们这样 是而已 但是都是信心点好 有人会被人困 哇 你这么真啊 怎么办啊 就是了 所以不能够的了 这帮人 算了吧 不过你罚了他钱 我觉得也不止了 应该要退钱给客人才行 我觉得 他就不会退的了 你问曾志伟 也不用想了 你自己吃回他了 好吗? 是吗? 要了 曾志伟他也是有趣的 我觉得 你看他的直播的时候 一流出那些照片 看他的样子 就好像很不愿意 又没什么表情 又没什么笑容 那可不可以用 用这些图片来堂塞 他自己的责任呢? 例如 我也不知道的 我也有点怀疑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 面蒙蒙的 好吗? 逗饭了? 这个我们留下一节 我们再去探讨一下 这些东西 真是不放不深歌 这么奸的 这些奸的东西 你这一节再慢慢讲 好吗? 我们这次 不如暂时来到这里 所以直播带货的 我们也要 敬请小心 希望大家做足功课 或者做好一些准备 对于有一些字眼 或者对于这件产品的关键点 都是看清看错 才推介给大家听 好吗? 好 今次先来到这里 希望整顿一下 整个业界都是 大家希望这三个样子 令大家知道更多 或者小心一些 好吗? 拜拜 拜拜 拜拜